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椰康种植者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如何修剪辣椒 这一颗辣椒是在8月中旬定制的 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现在已经结了不少的果子 而且上面也开了很多的花 乍一看是感觉到长得比较茂盛 但是实际上这个不是最科学的生长的方法 在能够进行修剪之前 首先要让这个辣椒苗进行生长 它生长的时候有一个特性 我们以这一颗辣椒苗为例 就是说它先开始的时候是长长长长长长 然后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一分为二 修剪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说在这个辣椒苗长到一分为二之前 所有开的花都要打掉 好的我们换另外一颗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一颗呢就是往上长一只长一只长长长长 长到这个地方它开始分叉了 分叉之后呢 它形成两个就左边一个枝右边一个枝 中间这个地方呢出了三个花 这三个花呢都要打掉的 你可以用剪刀也可以用手 然后这样很轻松的就能够把它去掉 好的我们继续说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说 每一颗辣椒只留一二两个主干 其他的分支呢都要去掉 好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修剪旁边这一颗 这一颗呢它长着长着呢 从这个地方一分为三 所以说第一步呢三个里面呢只能留两个 它上面这一个跟右边这一个比左边这一个呢要稍微粗一点 所以说我们要把左边这一个给剪掉 我知道剪的时候会很心疼 但是为了植物长得更好 是必须这样做的 剪 然后这个剪完之后呢 分叉这个地方的第一个果实也是要打掉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看 这个上来的地方呢 在分叉处呢 长了这个果实 这边也有也要开花了 这个果实是留着的 只有一个情况是例外 就是说如果是温室大规模种植的时候 这个苗还没有长得非常的强壮 然后这个植物优先长根的时候呢 这个分叉之后的第一节果实也是可以打掉的 不过我们这里就不打了 再往上面呢一分为二 然后这两个里面呢也只能留一个 打的时候呢注意这个果子千万不要打掉了 这个果子我们要留着 所以还是那个优先选择比较强壮的 我们选这个呢 我们选右边这个 然后把左边的打掉 好的 学会了这个修剪的方法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一颗 这个呢 是我特意留给大家 让他看如果不修剪的话 会长成什么样子 你看这一颗 这一颗苗 它从下面开始长 它长了之后呢 在这里一分为二 然后从这里呢 又分了两个 那边当然也是分了两个 然后不停地分 不停地长 不停地分 不停地长 它就到最后呢 长了就是 开了很多很多的花 真的是开了很多很多的花 但是呢 它那个 它的这个茎这里呢 就是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这样的话 它会长得非常的乱 然后果子的质量 也会越来越小 同样呢 它也不能够很好的 沿着这个绳子往上爬 所以不修剪的话呢 这个植物呢 就会长得比较乱 然后前面呢 可能会长几个果子 但是这个果子会越来越多 花越来越多 然后导致这个植物呢 长不好 再见 把这个剪掉 现在这个辣椒呢 都是已经剪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每一颗呢 只留两个头 然后这里呢 是打下来的叶子 打下来这么多 还有一个小辣椒在上面 来小辣椒送你一个礼物 好像很喜欢吃啊 好的 这一集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